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開箱的環節 我們今天呢就不賣關子啦 直接就來開這個BOSS的Quiet Control E-Box 它是去年11月初的吧 好像是我這個沒注意看 因為我其實沒什麼在關注BOSS的耳機 因為我自己是習慣用Sennheiser的 那我的Sennheiser也是今年2月的時候買第二代 就是它出來之後兩個多月 因為它是去年12月的時候出來的嘛 那我為什麼買BOSS的這一款耳機呢? 因為我自己已經有真無線藍牙的耳機了嘛 一起來就是因為它的抗噪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先來開箱 其實我已經打開過了 因為我之前有試聽 所以這邊的那個風調被我撕掉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盒子打開 我本來以為它是那種掀開的 結果它是直接兩片式的 那這是我的收據 然後盒子我們先看別的東西 首先呢 盒子下面有它的 簡介 那就是教你怎麼用 但其實它在APP上面也會有教啦 所以是沒什麼差 然後呢 有 安全說明 也是這種沒有人在看的東西 非常多 應該也是說 不能在什麼環境下用啊什麼的 然後呢 有USB-C的線 因為我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先不開這個 然後呢 有小號S 1號 還有大號3的耳塞 然後其他就沒有東西啦 所以呢 我其實應該會開1號 或3號來試試看 其實兩個我都會開來試 那先說一下它的盒子喔 它的盒子呢 其實很特別 就是說 它是直接按 然後它慢慢打開 你看有阻尼的喔 不是 但是我就發現它有點難按 它稍微有點阻尼的 然後打開之後它自己會亮燈 它就是說 它們Ready吧 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顯示 我的充電盒有多少個電 它耳機呢 耳機呢 可以用6個小時 那這個充 這個收納盒呢 可以額外提供兩次完整的充電 就是額外的12小時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在任何QI認證的 無線充電設備上面充電 所以我自己 因為我的 我自己買三星的那一隻手機 而且台灣沒有給大家看過 反正我在買三星的那隻手機 手機的時候 它有送一個無線充電版 我已經嘗試過它是OK的 就是可以充 那然後呢 我們耳機先拿起來看看 它這一代呢 它說是一個進化版的 進階版的鯊魚棋 它就是在你耳窩那邊塞進去的 然後呢 這個耳機 你看我的指紋都在上面 它這個就是有點亮面的 所以變成說 就比較容易會留有一些指紋 然後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設計吧 黑色好像 不是還蠻蠻看得出來的 還是因為我手 因為我手機螢幕有點 喝完酒精之後沒有擦乾淨 所以有點水質 水質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有寫是L的 然後這個就是R的 然後也是這樣 如果是配對中呢 它就會寫說是 它不是寫說 它會有藍色的燈 那大家可以長按這邊 也是配對的一個狀態 所以為什麼剛剛這裡有個很大的 指紋的痕跡就是這樣子 那首先呢 說一下它的 也不算數據啦 它有比較特別的東西 首先呢 就是它 也不算特別 就是它 這個耳機是可以觸控的 就是說跟我的Sennheiser一樣 就是點幾下 它是怎麼樣的功能 這個我是還沒看 但是呢 我也不確定 我不會用 因為我這個沒有要在 我也不確定在什麼時候用 因為我其實最近要念書 然後家裡還是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的家比較少 是幾層的 那我們家的話 我雖然有自己的房間 那有時候 還是會聽到 家人講話 或是他們開電視的聲音 所以呢 我會 我上次念書 就發現 欸我自己的Sennheiser的隔音跟抗噪不夠 我 就算在念書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聽到一點聲音 就是蠻知了 我以為你聽得到他們在講什麼 就變成說 我就想要一個抗噪的機 讓我 呃 起碼在開著音樂的時候 我聽不到他們講什麼 就好了 那所以呢 我就看到了 Bose的這一款 我原本是想買 QA Control 30 它就是掛在巷子上面 然後 掛在脖子上面 然後它有兩個耳機 它算是一半有限的藍牙耳機啦 我以前在一個很熱鬧的街頭上面試用過 哇 你在脫下來的時候我有點暈 因為它那個隔音真的太強了 所以 我是蠻喜歡 我知道Bose的耳機 一向都是賣點 就是它抗噪 嗯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這一次會 特地選這一個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一個不選QC30呢 因為 第一就是QC30是很久了 因為我兩年前看的時候 它已經 已經出來了吧 然後 現在看 它還在賣 沒有更新 然後說 就是說 它的價格也沒太大的變化 這個就是讓我最不想買的原因 那這個 原價還比 QC30的原價便宜了1200塊台幣左右 那我現在這個是有用學生優惠 所以呢 我這個買來的話 會比 一般的價格 就是 呃 一般的價格上是便宜了 2000塊台幣左右 好 那它這個呢 所謂進階版的鯊魚棋 呃 耳機套呢 它就說會更舒適跟穩固的貼合 就變成說會比較好啦 然後呢 呃 它的 一些特色 就是說 它說通話更清楚 這個我就不確定 因為 因為 我沒有用過第一代 因為第一代它是那個叫 BOSE的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反正 BOSE它自己也有出 呃 真 無線藍牙機 而且那個是超大一個 然後這個我戴起來我覺得還可以 不算特別的大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特別的 呃 功能 就是說你只要脫掉其中一邊的耳機 它 如果你在抗噪的情況下 它另外一個就會 緩緩的變成沒有抗噪 就變成說你不會左右的耳壓不平衡 因為你左邊 如果你一邊耳朵是有抗噪 另外一邊沒有的話 其實你耳壓會不平衡 那你脫下來之後 你左邊的它會緩緩的 你很明顯聽清楚 就是慢慢外面的環境的音效也會出來 這樣子 那我自己說呢 呃 我自己覺得 話就是它這個耳機呢 我在公司有試用一下 首先公司上面我那時候有開小風扇 然後同事在講話 的情況下 我用Sennheiser的那一支是 有隔到一些 但是 沒有隔到太多 但是用了這一個 加開了音樂 沒有很大聲的音樂喔 我是同事聲音不見了 小風扇的聲音就算沒有開音樂 直接抗噪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是蠻明顯的 那另外 呃 它的抗噪是可以分成11個等級 那 從0到10這樣11個 0就當然是說沒有 沒有抗噪就是 那個transparent mode 呃 透明模式嗎 還是通透模式 看怎麼翻譯啦 反正就是收外面的音這樣子 那它的低音真的很強 我聽稍微好像聽說謊 這首歌很舊 我知道 它的低音 就已經比我的Sennheiser很強了 而且加上它 加了抗噪之後 整個音場會更清晰 所以我覺得我用這個 來聽演唱會版本的歌的話 搞不好會非常的有臨場感 這我不確定 因為我只是試聽了一下下 而且我的耳塞的部分 我還沒有很適應 所以我還要挑哪個比較適應 所以這樣子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它的價格方面 原價是2299港幣 就是大概是2300 才是9200左右 比起我的Sennheiser便宜 一點點而已吧 那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覺得 看你要聽什麼音樂啦 如果說你真的有需要抗噪到那麼強的話 我覺得BOSE這個真的是你的首選 聽說啦 它是暫時真無線藍耳機裡面 最強的抗噪 有這個抗噪功能是最強的 但是 這是我聽別人說啦 因為 也有一些人說Sony的 那一支的抗噪也是跟它 同樣的一個等級 那我也看到很多說 它是最強沒有之一 而且它的抗噪的功能 的層次 跟之前我剛剛提到的QC30 可以媲美它那個抗噪功能 而且你要記得喔 QC30它不是真無線 它是有線的藍牙耳機 所以 我覺得可以做到這樣子 真的很強 那我自己不太建議在街上開最大的抗噪功能 因為你真的會聽不到東西 那有時候可能 有什麼危險的時候 你這個警覺性就會變成很低 那我建議是說 如果你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譬如說圖書館 你不想聽到別人在翻東西 或是 可能走來走去 或是有一些稍微的一些電腦的按鍵聲 或是一些門啊什麼的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稍微隔絕一下 開了音樂之後其實蠻容易把那些聲音過濾掉的 那在街上我當然明白就是有時候會想活在自己的世界 但是 真的很危險 因為我在公司 我就完全有感覺到 就是有人在我後面 我真的不會知道 你現在看公司已經算安靜 然後如果一個人走過來 我都感覺不到了 何況是在街上的 然後呢 稍微再說一個就是 但是它還是有IPX4的一個功能 它可以 嗯 在雨天 應該是雨天吧 IPX4 對 上面可以用到啦 所以也不怕稍微淋一點點雨 但是不能泡水喔 它一次可以用六個小時 快充十五分鐘就可以播放兩個小時了 然後呢 它的消 它的抗噪啦 它有時候叫小噪 我覺得抗噪比較好聽 它抗噪科技呢 就是可以完全抗噪 或是通透模式 然後也可以自由選擇 那 它的藍牙是5.1 可以在30次範圍內 嗯 就是有一個很穩定的連接 這個我不確定 我還沒有在街上試過 然後 它的 可以用觸控滑動 或是慶祝的 慶祝 的 功能 去按它的 比如說你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我看過 我可以調三個我喜愛的抗噪的等級 比如說0跟3還有10 那這樣我就可以再用觸控或是 應該是觸控的方式幫它 呃 就是 去 切換這樣子 對IPX4呢 X4 它就是不怕汗水或微雨 那它的音質呢 就是用一個 呃 生氣導氣孔 啊 生血導氣孔的設計 所以可以有比較豐富的低音 還有飽滿的音質 然後呢 它的通話 剛剛有 我有講過嘛 這個我不清楚 因為 我知道Sennheiser通話一直都是還好 然後暫時應該說最好的通話功能的機 應該是AirPods 這個呢 它就說有一個微星的麥克風 可以形成一個抗噪系統 然後 就是 吐 就是它那個系統呢 是可以 凸顯我們的聲音 然後過濾掉周圍大部分的噪音 這樣子 他是這樣說我不確定 是不是 我自己是沒怎麼在用 然後呢 最後就是它的那個鯊魚器的耳套 就是說 舒適穩固 然後它那個設計也可以做成一個 被動式隔音功能 那我今天的介紹大概到這邊 我自己暫時來講 試用了兩首歌 三首歌 那我自己是覺得蠻推的 它低音算是我 近年聽起來蠻強的 因為始終 我用的Sennheiser 它就是以平衡為主的 然後這個它就是抗噪跟低音 BOSE的話 所以呢 我暫時還是推薦大家買的 我再試用一下之後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長期用下來的感覺 那今天的視頻先到這邊結束囉 下到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